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鏘醫生 今天的主題來談一談 羊、馬、羊跟猴子 你在農曆啊,六月份 這個月份的印試如何 那農曆的六月份在陽曆上 7月6號到8月3號 還是那一句話啦 不要太迷信,不要太怪力亂神 但是不迷信不怪力亂神當中 各位要注意看看,儘量屈吉避凶 我不是跟你講六吉跟六凶嗎 如果可以的話 往六吉去處理要做的事 如果避不了 哎呀,剛好刻了一件那個日 儘量避開六凶日 這叫屈吉,再過來避凶 一般來講這樣子 來,數碼,先講數碼 這個碼要講多一點 數碼你在農曆六月份 你的運勢,舒適程度 多可憐,28% 所以等一下一定要稍微講一下 茅山倒數一下 因為28%就很累啊 這個行為28% 幾乎 如果你在五月份在外面有 投資投機 有錢借給別人 請你務必在五月底之前 農曆五月底之前 端午節過之後 把錢叫回來 不要貪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在六月份 運勢整個不好 而且你走的是十神 這種隔級加在一起的話 要注意兩件事 破財的問題 還有要控制體重 如果你是小姐Lady 要注意 你農曆六月份 體重增加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要稍微注意一下 來,六級六兄講完 七月份來 七月份 全部在七月份 29號 25號 17號 16號 14號 13號 這是六級 講六兄 八月份有一天 八月三號 再過來七月份 七月24 23 18 然後再過來是八號跟七號 六級六兄講完了 現在要講的地方是 因為你的舒適程度只有28% 3天當中超過2天不好 30天當中超過20天不好 所以要注意 要注意這個點 所以理論上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講一講 來,如果你是數碼 你最好的方位 最好的方位 東方 東南方 再過來南方 不一樣喔,再講一遍 東方 東南方 南方 你最差的位置 會在北方 會在北方 再過來 再過來 西方你也不要動 尤其西方還有一個西北方 好的方位 再講一遍來 東方 那不是跟你講嗎 一個九十度的角 那東跟東南 還有南 還有南 三極 三極三胸二平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三個極門 三個胸門 那跟你講要幹什麼 就要讓你知道怎麼樣 去借氣 使氣 使氣 用氣 理氣 調氣 然後長風俱氣 在一個月時間 辛苦一下 來 屬羊 這個羊 你的舒適程度 48% 在農曆六月份 7月6號到8月3號 你要注意這個點 因為你今年走的是劫財 一定有錢 再過來 兩個狀況 財用跟財困 不是有用不完的錢 就是每天給錢追著打 那在農曆六月份 你這支羊要注意 你走路筆尖 你特別會堅持自己的看法 那還是這句話 應用之妙存回心 你的位置要站好 因為今年都是跟錢有關係 那因為 今年二四年 現在剛好在 陽曆的五月六月左右 所以各位要注意這個點 今年的景氣一般來講不會太好 真正要好到2526 因為今年下半年 因為全世界的格局問題 真的要等到11月5號 美國總統選舉完了以後 然後大概在聖誕節前面 整個塵埃落定 所以美國景氣現在沒有好沒有不好 因為要持平 太好的話 萬一 某個總統當選他不高興 所以現在就是持平 所以會不會降息 可能就要等到年底 要等到年底 看那個狀況 不過一般來講 很好 不好 普通 美國的景氣會走在普通當中偏好 因為通膨還不是降得太快 要注意這個點 那美國景氣不好 大概亞洲地方沒有一個地方會好 中國大陸不好一樣 世界各地也不會太好 因為中國大陸可以提供最廉價的 最有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來 那個六級先講完 六級在8月份來 8月2號 7月份5天 28 21 15 12 9 28號 21號 15號 12號 六兄注意喔 六兄 7月26號 25號 20號 19號 8號 7號 因為你的輸入程度48%啦 就不用什麼趨吉跟避凶 但是還是要注意這個財的問題 因為你在農曆的6月份 會比較有自己的看法 為什麼有自己的看法 為什麼有自己的看法 因為你過氣不錯 所以要注意啊 大陸不是有一個恒大集團嗎 還有一個融創壁櫃 尤其恒大為什麼會倒 因為恒大患了一個很嚴重很致命的錯誤 過氣成功的經驗 常常是你將來失敗的主要原因 人是慣性啊 你有沒有聽過老一輩的經營者 騙笑耶 我以前就是這樣幹 你看 你跟他講什麼他聽不下去 他就這樣我聽在胡扯 老子當年就是這樣打下天下 對呀 老子當年就是這樣打下天下 問題 你在現在 你可以打天下 你不一定能夠治天下 馬上可以得天下起馬 你不能起馬 不能再馬上治天下 這是兩個邏輯 兩個界面的問題 所以要注意這個點 要注意這個點 所以你看那個恒大農創壁櫃人 還有一個叫萬科 老闆叫王史都要注意 他們在複製經驗 此其幻不見於金 而將見於他日 他惡靈惡意不垮 22不垮 30也要垮 因為人怎麼可能一直複製一直成功 怎麼可能 齁 不可能 impossible impossible 來講屬猴 哎呀屬猴你這一隻 你的舒適程度多高你知道嗎 屬猴來注意看這個 屬猴啊 你在農曆六月份的舒適程度 55%啊 什麼叫55% 你要風有風 要雨有雨 你知道嗎 怎麼樣 出降入降 衛類三公 少年得志 晚景發揚 那你因為你今年 整年走的是偏硬 那你在農曆六月走的是正硬 偏硬再適合灰跟黑一整年 那正硬再講什麼 講白 所以如果你是白道的要注意 那你白道當中還有分 那個網路偵查犯罪的那種 有一點偏硬的 打炸的 抓那個貪污的 不是一般警察抓交通 那個那個那個是正規的 叫正硬 你那個偏硬的 做這個行業 你在農曆六月份白道的 有機會升官喔 如果你做那個工作 非傳統 典型 一般的行政單位 那很多啊 很多很多這種單位 什麼什麼 真九主還有九主 聽人家講的 那你在農曆六月份 有機會會升籤 所以恭喜啦 那至於灰跟黑 一整年都走偏硬 就是跟你們講 你們要用這種腦筋賺錢的 但是在農曆的六月份走正硬 也就是說在灰跟黑的內部結構當中 還是有貴人 這個貴人不在外部 在內部 先跟你講 55% 放心 灰的黑的白的都很好 很奇怪喔 因為大家都很順 就是說有時候會有一些替罪羔羊 你知道嗎 有一些俗稱小白 會來貢獻他的人頭 所以黑白灰的三道都很平穩啊 不是很多這種事情嗎 剛好他來獻人頭 每個都有績效表現很平安 來六級講完來 你的六級是在七月份來 七月六號 十八號 二十一號 二十四號 二十七號 八月份是八月二號 六兄 七月十號 十一號 十七號 二十二號 二十二號 二十八號 二十九號 舒適程度55% 幾乎沒著啊 因為八字為什麼可愛 八字跟你講嘛 中白理論 你有多好就有多壞 你有多壞就有多好 那一般來講我們還是那句話 什麼叫成功 對的時間 對的地點 對的人 對的事 我們用八字 這種夜份六級六兄 就跟各位講 好的 你就衝 不好的怎麼辦 你就要收 要注意喔 有時候如果運好 你就修現 all in 運不好怎麼辦 你還是要吃飯 收一點 孟子不是跟你講嗎 自反而說 雖千萬人無亡矣 人只要能夠說 要求你知道嗎 你不用怕什麼 當然自反而說 真正的解釋就是說 自己反省 我對我怕什麼 所以孟子一般來講 在我們學術界來講 風評不是很好 嘖 有一點欺煞的格局 你知道嗎 怕什麼 老子跟你拼啦 古代可以 現在不行喔 現在不能說實話 不能說謊話 不能說狠話 幹話 屁話 媽你要學習說什麼 巧話 哎呀皇上英明 先把皇上扑一下 不過陳認為 這樣會不會更好呢 把皇上去掉 報告董事長 董事長英明 其實古代的皇上 跟董事長不是一樣嗎 報告CEO 報告領導 報告主管 報告老闆 你就把那個皇帝 改成老闆 不就沒事了嗎 還是改成主管 哎呀主管英明 真的太棒了 然後咧 不過可不可以這樣 不是會更好嗎 所謂適緩責緣 所以各位齁 這個意識形態是要調整一下 齁 一定要調整一下 古代那個皇帝 就是公司的CEO 就是股票上市公司的老闆 他管理什麼國泰民案 他要是獲利 你的KPI要獲利 你只要讓皇上 讓這個股票上市集團獲利 那不是天下太平 重點是要獲利 如果你不獲利 天下太平有什麼用 那個CEO 根本不會理你好不好 老闆也不會理你 就是古代的皇帝啦 好啦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齁 一樣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分享 加入訂閱 開啟小叮噹 新的視頻上就會馬上通知各位 齁 最重要是這樣子啦 很多東西我們也許不能改變 外面的大環境 齁 但是你可以改變 你看這個環境在變化的時候 那一個觀點 那一個視角 要改變這個宇宙 不是太容易 我不是說不能改變 但是我們力量都很薄小 有一點像那種匹幅 你知道很小 齁 所以有時候 你還是各位還是要注意這個點 為什麼我們要講修行 就是修正行為 年輕人當然他有熱情 他有理念 像我們這種已經 垂垂牢矣 風足殘年 我們只能夠要求自己 用跟open的 揮紅的角度去看這個社會的變化 宇宙之間啊 易經就跟你講 隨時都在變 這種變叫見變 唯一不會變的地方就是變 你高興他要變 你不高興他要變 所以我們要看這個變 然後應物這個變 如果你沒有能力應物這個變化 不能應變 第一個支變 看到他變 第二個如果你不能應物這個變化怎麼辦 開銷那麼大 我錢那麼少 我又不能增加收入 這個時候怎麼講 試變 你要適應變化 在適應變化的過程當中 再加四個字 以托代變 以托代變不是叫你等死做以代幣 不是 慢慢想 謀定而後動 我現在雖然沒有很多錢 可是我有點時間 可不可以拿來投資自己 增加自己 被人家利用 應用 使用價值嗎 那如果你可以慢慢做 這個叫修行 修行不是吃素念經理光頭 是你進入一個修正行為 張老師不是常講嗎 No Change No Chance No Chance No Money 你沒有改變就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你就沒有錢財 這是邏輯問題 各位有空 一定要做一個 謀定而後動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分享加入訂閱開啟小叮噹 新的視頻上機會通知各位 那最後祝各位平安喜樂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美滿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